这个周末空军子弟旅美嘉校友会将在南加州举办一年一度的年度盛会 隆重的活动以及精彩的节目还将会邀请到退伍军员以及家属一起参加纪念活动 中华民国空军子弟学校旅美嘉校友联谊会将于8月14号这周日晚间 在圣盖伯西尔顿饭店举行2016年年会以及建校82周年庆祝活动 会长杨贤一介绍当天将邀请到了空晓校友吴欣雍博士 主讲上海国库运台黄金与党产无关主题 空军军史专家王立真分享蓝天中的碧血黄花 邀请观众朋友参加 这一次我们是庆祝我们建校82周年也是20106年的联会 这次我们主要这个目的就是向我们空军的先列还有勋救以及遗俗们致敬意 那么我们这一次就是礼拜天的联会最重要的我们有两场演讲 一场演讲就是有关这个最近在台湾闹得沸沸扬扬的 说国产变成党产 那么由我们学长吴欣雍医生来做一个剖系 另外我们还请了一位空军军史专家 他虽然不是空军子弟 但是他热爱空军 要来给我们讲几个我们父兄保卫台湾的婴儿牺牲的故事 趁这个空晓年会的时候 然后我来跟大家介绍证清一下 这个中国近代史有很多被混淆 如果我当年1995年96年开始做黄金的研究追踪的时候 如果不做这一项工作的话 我想到今天还是充满了很多的谣言 这个混淆的这种近代史的事情 这周日的晚会从晚上六点半开始 热闹的庆祝晚宴以及纪念活动 将有十多位旅居男家 空军U2黑猫黑蝙蝠先烈 遗卷以及遗暑参加 接受全体校友与来宾致敬 难得的机会欢迎共襄盛举 中旺电视采访报道